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人和佛的形状差不多 但是想的一样吗 形状差不多有什么用啊 脑子里想的都不一样啊 师父现在就是叫你们想的跟菩萨一样啊 你们如果能够转变跟菩萨想的一样 跟佛一样 那你样子已经像佛了 那你脑子想的跟佛一样 你不就是个佛吗 我们脸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 两个眼睛啊 眉毛啊 鼻子都一样 为什么你们心跟菩萨不一样啊 就是要把你们心修好 那么心跟身体跟菩萨一样啊 不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吗 修行就是要认识根本 找回根本 就是要跟佛的根本 要同身同气 讲出来的话是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的话 慈悲啊 呼出来的气都是要像菩萨 那么你就会迎来同光 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光啊 你们知道 如果你在单位里跟菩萨一样 你只要来上班 大家等着你来了就好了 我们一看见他就开心 这个人一来都保证解决了 我们这里就不会吵架了 以理福人 以德福人啊 以道德福人 以理福人 大家都会讲道理 以道德福人 那是最重要的 与菩萨的光同成 就是说跟菩萨的光 在一个平面上 叫与光同成 但是呢 就算你跟菩萨一样了 你不要露锋芒 这就是我们说受见 找不到本源 就像一棵树一样会枯掉的 没有水啊 树会枯掉的 没有叶子啊 就不会长出花呀 那就一定没有法果呀 你修心修了半天 你连个果报都拿不到 你求了都不灵 就叫没有法果呀 你求什么灵什么 就叫有法果 你要有佛果的话 你要有佛的精 气 神 所以叫精神 这个人有精神 人家把气拿掉了 因为气本身就有的嘛 精神从哪个地方来的 眼睛啊 很多人眼睛呆滞啊 感到前途渺茫啊 七八十岁的 很多老人家眼睛就呆滞啊 你们到养老院去过吗 你去看看几个老人眼睛能够有神的 念经念了时间长 眼睛要有神啊 观世音菩萨说了 众生千遭轮回苦 就是众生的一千个遭遇啊 都是在轮回的苦 因无定慧 难解脱呀 因为人呢 定不下来 没有智慧 你怎么解脱到轮回苦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出三界啊 为什么你们转了一圈又跑到人间来了 我要你们出三界 不在五行当中 五十节以来 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啊 有无量无边的罪业啊 想想看你们上一辈子有罪吗 再前一辈子有罪吗 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罪 你们上辈子做了业了 你们上辈子有罪 你们带到了这辈子啊 你们的灵魂从上辈子的前一辈子 带到了这辈子 你们的业障深重啊 所以你们当然有罪 不是指你们现在啊 就是告诉你们 这罪孽是前世和长久以来 与众生产生了牵绊 和纠葛的因缘关系 牵绊就是大家彼此拉住 纠葛 所以有善恶两缘 很多人问我 卢台长我有缘分吗 我有时候觉得他真可怜 他问出来这个话 就是根本不懂了 因为缘分有善和恶的两缘 你问我台长缘分有吗 当然有缘分了 你看我能嫁给他有缘分吗 有没有缘分 你怎么会碰到他 问题是善还是恶呢 所以形成了冤亲债主 你们每个人都有冤亲债主 你们的孩子可能是债主子 就天天来问你们要钱 有的孩子把爸爸妈妈这么折磨死了 叫要命 从小花爸爸妈妈的钱 不是要钱啊 要钱要命不冤亲债主啊 男孩子呢 结婚了又要唠爸爸妈妈一把 女孩子养大了 临走出去了 你可以不要再给我负担了 还要唠爸爸妈妈一批家壮 爸爸妈妈只要生出来的 就是逃债鬼 历代中亲的关系 这种缘分 善恶当中不断的轮回 缘结越结越生啊 所以人家说 冤结一结不一结啊 到后来越来越生啊 情感源用情感方法还 如果钱财用钱财的方法还 物质们用物质方法还 生命嘛 用生命的业在还 所以很多人不是来要什么的 是他要命的 很多孩子啊 把爸爸妈妈的钱用了差不多 最后还要老人家两条命啊 我们呢 要懂得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了 有时候很多人呢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在单位留在外面 很了不起 我告诉你啊 比你有本事的人多得很 比你有能力的人多得很 老实一点吧 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这个世界真的 有本事的人多得很啊 有时候一件事情要出事之前 有预感的 你只要静下来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出事 这件事情你觉得成功不成功 你只要静下来 五分钟到十五分钟 你会有感觉的 这个感觉就是 头上三次有神灵 要么是神灵给你 要么就是菩萨给你 就跟你做梦一样的 其实不是菩萨给你托梦 是护法神给你托梦 很多梦你要解很容易解 你说菩萨为什么不能把 他自己知道的直接告诉你的 因为我们是在人间的 他有空间的 就像很多菩萨到人间 他来讲寄语 人听不懂的呀 菩萨这么有威望 菩萨这么能干 为什么菩萨不能讲白话 他能讲的呀 那我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就知道了 诗人 他写诗能写出白话 他为什么要写诗啊 菩萨为什么要讲寄语了 境界呀 高尚啊 你叫菩萨跟我们做梦 菩萨讲出来肯定是诗句啊 所以梦你不能用人间的思维去想啊 那么为什么师父能讲呢 因为菩萨就是要有这么个人的声 在人间讲给你们听 就是翻译了 其实师父就是一个 佛法和白话佛法的翻译了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啊 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没有烦恼的人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你们如果没烦恼 你们个个来了都笑得出来开开心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